恩典36365天 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 昨天和你分享说 当先知耶利米和巴鲁 恐怕那个时候是非常挫折 非常懊恼的时候 我们忙了那么久 你想想看要把神那么多的话 一步一步整理出来 而且那个时候的写字 不像我们现在电脑动一动就可以 他是刻在羊皮卷上的 要一个自己去刻 把我们下了那么多的功夫 把这整件事情完成 结果根本没有结果 王根本连听都没有听完 才听了三四行 就把全部烧掉了 红白忙一场 可是在那个时候 昨天说 当那个时候 当王烧了这些书卷以后 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 神还是在的 神继续说话 他继续往前 也许你也正在一个很深的挫折里 我求主也对你说 你觉得我过去所努力的这些 都白费了 都白忙一场了 根本没有用 不 主仍然在 他还在进行 好像那个跌跌乐 每一块都有价值 每一块 好像看起来那一块摆在那里没什么用 后来又上面又要别的压上去 可是没有下面这一块 上面的就没有办法撑起来 每一件神的工作都有价值 好像打篮球 不是每个人拿到球之后立刻上篮 可是那个传球是有价值的 传球使得球越来越接近篮筐 以至于在篮下那个人可以上篮得分 看起来好像你没有得分 但是对整场而言 你的助攻是有价值的 上帝祝福你在神的恩典当中 而接下来呢 神要他们重新再去写一遍 再整理一遍 并且加上了一些东西 包括什么呢 包括神说 你去对坐在留大宝座上的约亚敬 就当时那个烧掉那些书卷的王说 你的后裔中 必没有人坐在大卫的宝座上 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 神跟约亚敬说 我给你机会 你有十一年的时间坐在这个王位上 第四年 第五年 你后面还有很长的时间的时候 我就让你能够读到这个书卷 有多少人他们顺服神的带领 以至于现在这个书卷在你的手上 你听了三行就把它给毁了 你要为你所做的事付代价 你的后裔再也没有人 可以坐在王的位置上面 他本来本来在他们家的这个死供应当 他是很不容易的让他有机会可以坐在那个位置上的 本来不是他的 让他有机会坐在那个位置上 但是现在神对他说 这个机会到此为止了 你的后裔没有人在坐在这个位置上 我想神把这一段话放在圣经里面 留在我们中间 不只是提醒约亚敬 因为约亚敬后来的遭遇 他早就已经承担了他所做错的事情 所应该承担的结果 神把这一段话留在圣经里提醒你跟我 当神透过各样的方法向我们说话的时候 我们怎么回应呢 不论你怎么回应 我们都要承担那个回应的结果 顺服了 你就承担那个蒙福的结果 不顺服 我们也要承担那个悖逆的结果 我们怎么面对呢 感谢观看